在Labs的工作表 里面底下这个题目 我们的需求是希望先取到它的信 所以如果要取信的部分的话 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用Labs 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文字类里面的Labs Labs里面很简单 你就要取哪个资料 它的全名 然后取几个字 取一个字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得到就是它的信 但问题后面没有称谓 没有先生或小姐 那当然你说后面要怎么把先生放进去 其实如果你要串一个先生的话 最基本就是加一个end 所以如果你要加什么字的话 记得就是要用这个符号 这个叫end符号 那end后面的话 如果你要放先生 先生是一个文字 记得文字一定前后要加双女号 如果你没加双女号 那公式会发生错误 所以就是再加上什么 加上先 我切一下输入法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加一个先 打一个先生 记得后双女号给他一下 那这样的end先生的话 就可以得到的就是吴先生 当然如果你向下填满 他会变成说他取得的就是张小姐 不是这样 还是先生 这个还是先生 陈菊还是陈先生 可是你说不对啊 是我希望如果他是女生 就帮我改成小姐 那当然你不能说 不可能说你现在手动自己改 这边改成小姐 打勾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但资料少还可以 资料多应该就不太适合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 要让他如果是男生 所以这边有个条件 如果的话 如果这边有个 根据这个性别 如果是男生的话 那就帮我输出先生 反之的话就小姐 所以有个逻辑判断 所以如果要逻辑判断怎么做 很简单 请你把and后面的这个先生 先把它删掉 或剪下来好了 那你在这个and后面 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也是刚刚用过了 所以你就是在and后面 再按下插入函数 或者是说你按这个 或者按前面的下拉清单也可以 两个地方都可以 不过我是比较建议 如果假设你这边 已经有一个公式 有一个函数的话 第二次使用建议是用前面的下拉清单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在这个后面加一个if的 你就再点if 他会帮你把这个if加到这个后面来 所以我点一次给各位看到 有标放这边对不对 然后点个if 你会发现这个if的公式 他就会帮你放到and的后面 然后条件给他 所以什么条件 如果呢 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点一下这个储存格 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是男生的话 是不是的话就等于 两边比较 是男生 那记得男也是文字 所以记得前后一样要加上双以后 这个是固定规则 务必一定要记下来 那就帮我把这个结果输出一个先生到这边 所以这边的话就打一个先生 反之的话就小减 所以我刚刚把先生直接贴上 因为刚刚好像用过 直接把它剪下 直接贴过来 那反之就小减 OK 那你会发现呢 他如果是男生 所以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储存格而来决定的 然后这样的公式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公式就长这样 这个是性的部分 and后面的话就逻辑判断 中间串一个and符号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打到张先生 没关系 这个把它向下填满就可以了 如果是男的话 那我公式打错位置了 应该在上面这边 所以我把它 刚刚这个 有个简单的方法 把它复制下来 贴过去也可以了 理论上应该我刚刚 是要选取 上面这个储存格 结果选错了 应该是这个 在这边 同样的方式 应该是在这个储存格 结果把它点到下面 那个储存格去了 那公式的话呢 就是如果他的这个 这个B10 如果等于男的话 那就是先生 反正小姐打勾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向下填满就OK了 那为什么下填满 因为他这个 A10跟B10会自动加1 也就位置会换到下一个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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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列 OK 向下填满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 假设是女生 他就变成小姐 反之的话呢 就是先生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试着把这个 Labs 的部分 练习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要Write的话 是什么 取最后五个字 所以最后五个字 应该是Excel 所以把Excel拿过来 最后四个字 应该是DIDA这个 然后最后三个字 应该是销售量 那当然不是用复制贴的 就是你要用Write函数 把它取过来 那区码就前两个字 所以取 这个要用Labs 那这个的话 就是后面应该 二十四六八个字 所以前两个字 后八个字 那一个用Labs 一个用Right 就可以把最后的结果 给取回来 所以这个请各位自己练习 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那还有呢 LEN 还有MID函数 刚刚这个地方 我云端上有是否 这个是否怎么判断 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 用那个逻辑嘛 逻辑很简单 逻辑很常用到 如果这个条件里面 等于多少 等于十的话 那就是等于 你以为是不是正确 那是嘛 反之就否 所以你就打一个是 那反之就否 这个我想 多练习 按确定就OK了 那就向下填满 是否正确 自动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OK 然后 最后的话呢 这个MID的字串切 然后这边的话呢 宽度不够 你可以把它拉宽一点点 那未来如果看到这种状 如果拉到底有时候宽度不足 它会是紧字号 OK 那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呢 我希望提取什么呢 开始的位置 开始就从第一个字 然后所以得到应该是055 那这个地方你用Labs也可以啦 只是说底下如果会有中间的资料 那用MID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开始 第一个字取四个字的话 不过这个地方好像 不知道科技有没有遇到问题 超乱函数的话 可以用MID函数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 用那个MID MID MID函数 那一样嘛 那这个文字取前四个字的话 开始的位置从第一个字 取几个字取四个字 那得到的话 当然你会看到 这边是0551 051应该是没问题 可是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得到的结果却是 涨不一样 是什么呢 它居然是把这个公式 直接原原本本的放在这里 而不是看到结果 将来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 其实也蛮好解的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问题出在哪里 你不知道 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我把游标放在这边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根放在这边的时候 有没有哪里不一样 上面有没有变好 有没有看到 它告诉你这是文字 这是什么呢 通用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恢复很简单 怎么样呢 不要是文字就好了 所以不要是文字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游标放这边这边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什么呢 通用的话一般是指的是这个 最上面这个 没有特定格式的 你不要去选文字 所以把它改回来就可以了 好 它会变成什么 通用格式 所以记得点这个 第一个 OK 那你说老师点完之后 它还是一样还是错 跟各位想 它不会自己去执行恶功 所以你变成 如果你假设改了格式之后 还要做一件事 就是再把游标放在上面的 这个资料编辑里面 最后还要再打个勾 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改完格式 它还没有walk 没关系 你就自己在上面打个勾就可以了 然后向下填满 其实就可以把底下的公式都做完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是复制什么 1跟4 可是它要的不是1跟4 它是8跟5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改一下 8 第8个字 对 然后取几个字 取5个字 所以应该是后面的这三名 OK 然后底下的话 这个就是 第三个字取两个字 那就是 3 然后取2 那就是成绩 OK 那没问题 所以如果你假设复制格式的时候 它其实也会同样复制它的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本来 其实这两个原来也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要变更它的话 你其实把公式复制下来 它一样会把它的格式也复制下来 OK 所以等于是我们前面四个工作表就通通把它做完了 最后的话就有一个twin 这个twin 这个twin的话呢 那其实主要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这个去除空白 那你说去除空白 当然我们可以用文字里面的twin 这个twin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给它你要去除多余空白的资料 它会帮你把多余空白拿掉 然后向下填满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是有把多余空白去掉 但问题你会发现 其实所谓的多余空白 在英文的部分好像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英文字跟字中间是有空白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中文字跟中文字跟字中间 其实不需要空白 可是它却空白了 你说老师那那个twin这样不OK啊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针对的是中文的部分 那你就不能用twin了 那可是你要用哪一个 跟各位讲 如果你想是用中文的部分不OK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换另外一个 所以以后可能你要慢慢 如果可以的话花一个时间 其实这里面的话都会告诉你说 这个函数它是做什么用的 那其中的有一个函数 直接跟各位讲 它叫做subtitude 有一个要取代的 OK 那这个subtitude的话呢 其实就是将文字中部分的文字 其实字串的文字 以新的文字取代 OK 意思是什么 就是取代的意思 那所以呢 我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呢 把这个中华民国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空白 所以你就是前双引号 然后按个空白键 后双引号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找一下那个 这里面呢 有没有空白的资料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帮我清除 那清除的话 在isail里面 其实就是两个双引号 里面完全不要加任何东西 这个叫清除 所以你会发现呢 得到的结果 就会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 这里面不是一搭 这些空白的 得到的结果是完全没空白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针对中文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 这里面放空白 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好 然后按确定 但问题来了 向下填满 诶 好像中文OK了 但是换成另外一个地方不OK 什么的 英文好像就并不OK 英文字跟字中间呢 一定要空白 否则的话 他不知道说这原来是三个字 有没有 OK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会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要逻辑判断 有没有 所以很多地方其实资料 你要 要不就眼睛看 你说老师那没关系啦 如果我这个我就在用那个twin 这个我用subtitude 那很麻烦 如果资料很多的话 等于是里面一样啦 如果有一千个资料 一万个资料 你怎么办 你每个都慢慢弄吗 我弄到什么时候 下班都弄不完 所以 你就必须有个判断 但是问题怎么判断 我如何知道说 这个里面资料是放中文还是放英文 什么方法 跟各位讲 其实又衍生另外一个 一样文字类里面的一个函数 叫做call call call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就是抓内码 那个内码的部分的话 最早美国人在设计 这个电脑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会有一些多国语系 就是比如说像中文的部分 那所以呢 他制定那个内码的时候 最多呢 就是128个 这128个个是什么 其实我有好像 我有把它放在 我们的那个云端上面 有一个就是叫内码表的这个 所以如果你有 这个修计算机概论 他会跟你讲说 我的编码是从零开始 一直到127 所以前面叫decode DEC是decode 编码 编码的这个位置 我就从零开始放 然后一直放到127 那里面放什么呢 其实不外乎就是放一些符号 放一些数字 放一些运算的符号 还有英文大写 英文小写 里面就不会有中文 那你说老师那中文怎么办 对中文一定就不是这个位置了 一定是大于127了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大于127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用code 大概就知道了 按确定 那code的话呢 就把这个文字给他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哦 如果他得到的结果 怎么样呢 他是大于127的话 有没有 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那么精确啦 反正就是得到的结果 因为小写的英文z 他的位置在122啦 所以理论上 你也可以把逻辑定为 如果用code得到的结果是大于122 那表示呢 他应该是 就是 如果是在122里面的话 那表示他就是英文 那如果127以外的话 那应该是中文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可以概括的一个方式 所以如果要做逻辑判断的话 那最后你可以怎么样 再用code的方式 如果他这个里面得到的数字 是大于127的话 那我用subtitude 如果呢 我没有大于127的话 那我用trick 有没有二选一哦 那可是问题哦 这个要怎么样把 所以你会发现哦 我们可能需要 再把code 做逻辑判断 然后呢 第一个是subtitude 第二个是trick 所以如果你要全部做 再把四个函数 串成一个公式 这个就难了 不过我做一次就会看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如果啊 我这边假设 要从头做到尾的话 那怎么做比较简单 第一个哦 你可以用code 所以你可以 先插入函数嘛 然后把code 这个 选它一下 然后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第二个的话 再把公式剪下来 然后再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就是跟我们之前做的方法一样 一副 如果这个code 得到的结果呢 是大于 127的话 那表示说这个是中文 中文的话呢 就是要用subtitutu 可是subtitutu那个函数很长一串 你说老师那很长一串 那我要怎么打 自己打在这里吗 当然很累啦 而且有时候你可能背不起来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只要把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点选 一样这个前面的函数清单 刚刚用过嘛 如果你点这个subtitutu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subtitutu的公式怎么样 带到这个格子里面去 让你做后续的 所以我把刚刚的动作做一下 点这边一下 这边是subtitutu 然后呢 文字给它 就这个文字 那要把什么东西取代 把空白取代 有没有 那变成什么东西呢 变成没有 就是把它清除掉 OK 好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 当然啦 现在公式完成了没有 其实还没有 因为你像下填满的话 这边会出现force 因为它这边的逻辑 还有force的部分 要用twin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完成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游标再放在f 点一下插入环数 它又跳回来了 有没有 那你就再把force的部分点一下 这边用twin 所以呢 我们就是再点一下这边 然后twin它 并且跟它讲说 帮我把这个文字的空白 通通去掉 按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公式就完成了 我们要向下填满一下 那你会发现哦 如果是中文 它就会用中文的方式处理 英文的话呢 那用英文的方式处理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漏掉的这个问题了 OK 所以最后得到的这个公式 就是这一长串 那难度又比前面来的更复杂许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我看一下公式 这个公式还蛮长的 我又把那个 刚刚写的公式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哦 那这个难度又比刚刚来的更困难了 可是 工作里面的问题 绝对都比这个还复杂 非常非常多 所以如果假设你能够很快的把一个问题的 这个公式快速的打出来 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被解决了 那反之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变成你就只能慢慢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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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